疫情是困难 但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亦有知觉性 因为圣经说 这是在末期时的其中一个先兆 所以基督徒真的准备好自己 与神的关系建立好 并且遵从神 侍奉神 这是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今天的信息说到 活出良善 除去冷漠 基督徒的生命中流露出良善 留出一种怜悯人的心 关心人的心 看到人的不好 不是说他这么坏 我生气他 我不喜欢他 而是看到人的不好的时候 想想我如何怜悯他 有一种善良的心 就是想祝福的心 我们今天的信息说到这种祝福的心态 一种很想祝福人的心态 一种怜悯的心 首先说说有两种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见到 有很多基督徒注目在自己的伤害 哎呀 我很受伤 我很痛苦 很多困难 情绪的问题 或者我要被尊重的人尊重我 或者我得到什么利益和享受 就是说我自己得到什么 成熟的基督徒就是注目在 注目在什么呢 神的恩典和大能 神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神的能力很大 神保护我们 祝福我们 神会和我们一起的 神会和我们一起的 神又能够医治我们 我什么困难都好 人家伤害我 不要紧要的 我可以得到神的医治 还有想想人家有什么需要痛苦 譬如有时候有些人伤害我们 很多人就会想他这么坏 真的要惩罚他 我真的要排斥他 但圣经的教导就是说 我们想到人需要他的困难 我们就会怜悯他 想到他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怜悯的心 有一种良善的心 良善的心一定是从这种 关心人的心开始 就不只是关心自己 很多人就关心自己 所以他没有什么良善 他只是善待自己 不善待别人 还有想到我带人信主 真的带来很多祝福 对于天国的扩展 能有更多人信主是非常好的 还有眼睛是永恒 所以我们所做的是 一种祝福的心态 我希望大家都说 我希望我是一个注目在 神的恩典和人的需要的心态 而不是注目在 我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别人对我不好 有些人一口一说 谁又对我不好 谁又伤害我 谁又做什么 那时候 他永远都是别人的不好 他的心会有很多苦毒 很难有良善 凡是良善的人 一定是他有神的恩典 还有看到人的需要 所以他心很想关心人 马帝12章35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 就发出善来 那为什么有些人良善 为什么有些人恶 就是他里面 他心里面 左手这个图 心里面良善 他有爱神的心 有怜悯人的心 祝福人的心 他里面就会流露出怜悯和爱 而右手边的图 就是他被罪控制 憤怒、不开心、烦恼 人家如何推待我 妓怨、懒惰 这些他心里面 充满罪 那么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 就发出恶来 下面的图就是 一个恶人 他会指控人、批判人 比较、说闲话、伤害人 不肯饶树 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苦毒 我们大家都反省一下 我们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苦毒的传流 很多不开心 很多愤恨 对于人就说 人真的不好 我真的不喜欢你 这种意念在里面的时候 他人自然会有很多恶传流 有不同的原因 令人心中缺乏良善 为什么有些人 这么少良善 有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 就是被人影响 就是说 很多时候 譬如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真的不开心 每天都想着人家的不好 于是 心里面就会 时时受人影响 第二 就是不服气 想报复 人家对我这样 我真的不服气 我真的不喜欢 我真的生气 这就是在里面 会产生负面的能量 另外就是自私 我要什么 我得到什么 我得不到什么 心里面自私 自然是没有什么良善 这个图就是两个人恋爱 拍拖 然后他见到一个人浸 浸 他也不是说话 就是有人下水 这个男人的心想 或者他说 都不关我事 不用烦 不用理他 这个就是一个不理人的人 我看回那些数字 现在的死亡数字 和以前比较高了很多 因为世界的人口多了很多 每分钟有105人离世 就是四秒钟有七个人 每一秒钟大约 差不多两个人离世 那我们会不会关心呢 心里面会不会关心 因为只是说 哎呀 我自己很惨 我很多痛苦 我很多辛苦 我很多需要 因为只是注目在自己身上 希望我们的心里面 是流露出神的良善 去关心别人 这个有时反应慢 接着就是耶稣 我们看看耶稣 耶稣被人恶待 但他只是想到祝福人 这就是耶稣和世人的不同 耶稣的那种怜悯 我们要学习耶稣这种怜悯 马太23章37节 以色列人一直抗拒神 在这个经文说到 以色列人如何抗拒神 但神如何祝福 马太23章37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矣到你这女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在没有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指示你们不愿意 这要说到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他经常杀害先知 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女来的人 即是以色列人很多时候抗拒神所派来的先知 很多时候他们会杀害 但神依然是怎么做呢 神不是说我以后不给你机会 神就是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 我常常想聚集你 好似母鸡把小鸡聚集 因为神一次给母鸡这种心很特别 大家看到右下角的图 下面有很多只小鸡 我亦在网上看到那些图 有时有些猫仔狗仔都在鸡下面 可能猫仔狗仔很小 没有人照顾 那只鸡也会照顾他 神一次给母鸡这种性 就是母鸡是会照顾他的子女 或者其他小动物 同样我们的神也是这样 祂是很想招聚你 我关心你 我是想到你 愿意聚集 这个母鸡照着小鸡在翅膀底下 但你们不想 但耶稣依然是想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那种性 神那种怜悯的心 常常想怜悯人 常常想祝福人这种心 然后耶稣被去 他要背着十字架走 去到被钉十字架的途中 有很多妇女在为他哭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以自己的儿女哭 当时你想想一个将要受刑的人 亦被鞭打 伤得很厉害 背着这么重的十字架 耶稣在这个情况 根本真的很辛苦 很劳累 他真的精力耗尽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不是说 我好惨 多谢你们关心我 耶稣不是这样想 耶稣只是说 你不用为我哭 你为耶路撒冷 你们的儿女哭 因为你们将会遭遇 神的管教和惩罚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 所以耶稣当时不是想 我自己很惨 他是想到你们很惨 耶稣的心永远是怜悯的心 就是从他这个心底处 看到人的需要 人的痛苦开始 所以他说 你不要为我哭 这个反应迟钝 是什么原因 你帮我按吧 勞加福音乐三章三十四节 当下耶稣就说 父阿世面他们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一钉的时候 真的很痛苦 我也曾经看过不同的钉十字架的影片 耶稣钉十字架的影片 耶稣都大喊了 我相信耶稣 因为他当时来说 他不是用他的神能来拿走那些痛苦 所以他一样是 那个钉被钉到手和脚的时候 是极度痛苦 而且整个身的重量就是 靠这个十字架的钉来支持 是非常痛苦的 但这时候他不是想我自己 他不是想我自己如何 他是想到什么呢 父阿世面他们 因为他们把我钉十字架 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 他们是很大的事 很有问题的 所以耶稣当时 立刻说父阿世面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懂得 我们看到耶稣 真的在他心里充满怜悯 他不是想到人如何规待 而是想到人如何惨 人的需要 这个就是神的心 神就是被耶稣被迫害的时候 神的话语被人抗拒的时候 神依然是时时祝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心 当我们想成为神的 活出神的生命的儿女 有良善流露出来 一定是有神这种心 才会有良善的 就是时时都会想到人的需要 接着第三点就是 活出良善的生命最蒙福 有些人以为 我经常关心自己的东西 那就最蒙福 当然人是需要关心自己 但不是停留在自己 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 但我们照顾自己之后 也跟着去想想别人 而我们照顾自己的时候 就不是注目在智连 而是注目在神有很多恩典 神的恩典是救我用的 我有恩典去祝福别人 当我们注目在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困难自然会减轻 即是觉得不要紧 神一定会给我的 首先讲到主理良善的人的福气 在八福里有讲到 《马太五章五节》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其实这个字在原文 翻译到英文就是the earth 是承受这个地球 承受这个地 那什么意思是承受这个地 因为很多人想到 神会给他一个地去建屋 其实他这里所讲的就是承受这个地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这个地的王 我们是掌管这个地 我们可以祝福这个地 我们承受这个产业 就是全世界都是属于神的儿女 我们是有权去祝福这个全地的 所以温柔的人 他心里经常祝福人的人 有福了 因为他要承受整个地 整个全地 接着《马太五章七节》 《连衰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衰 当我们连衰人的时候 反而我们自己得到连衰 我们得到帮助 有些人我们发觉 他经常想人家的不好 人家的怎么规待他的时候 反而他自己永远在痛苦之中 我都希望大家知道 原来越看自己的痛苦就越痛苦 但越看到神的恩典 越轻散 《马太六章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者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就是我们关心神的天国 很想人能进入天国 这是先求他的国的意思 祈祷更多人得救 自己努力传福音 另一个意思就是 我让耶稣做主做王 在中间的圖里的心里 耶稣在我心中作王 那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 当天国在我们的心中 这一切就加给我们 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 神在我们的心中作王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 神就会加给我们 能够结出果子 供应我们 有美好的前路 有很多人想提升自己的生命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其实想提升生命 最好就是倚靠神 神一定会祝福的 《马太25章21》 就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主人说 好 你者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在审判的时候就是说 那些良善又忠心 就是两个质素 一个质素就是良善 就是一个善良的心 祝福人的心 遥恕人的心 关心人的心 帮助人的心 体恕人的心 遥恕人的心 这样的心的人 第一就是有这种良善 神就喜悦了 第二就是他有良善 叫行动 行动去帮人 就是忠心 行动去祝福人 去帮助人 去怜悯人 去遥恕人 去提升他的灵命 当人是有良善又忠心的时候 这里讲到理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就是我们个人忠心的地方都不够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挂念世上的事 很多挂念神的事很少 我们想回我们经常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挂念自己的事 但如果有一天 当我听到你的经文 我听过很多次 有一天听的时候 忽然神叮一声令我想起 为什么这个人是忠心 都是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是最好的 但他依然有很多事上不够忠心 我就说 神你帮助我更多的事上有忠心 首先就是帮助我 整天都亲近神 因为亲近神 越亲近神 心里面越有喜乐平安 越有怜悯人的心 我不会说 有一天神会说 你有很多事上有忠心 而是说 你比以前多了 我盼望就是 我比以前多了 我更加能够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 神派很多事派我们管理 有些人说 我去到天堂 我就不想去管理了 我想去探世界 因为我不想去管理 但在天国里面 当神只派我们管理的时候 这个是恩典 是福气 我们不知道天堂的情景 天堂是否就是 就是说 招牌的手 一整天就在享受 神的爱 因为在天堂里面 也都神托付我们 我们盡责的地方 他说 我就派到事派你管理 我觉得 神给我们的东西 他叫我们管理 一定是美好的 然后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享受神的快乐 圣经也有其他经文说到 会得到神很大的 永恆的赏赐 跟着他 最后一点就是 怎样有良善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看到 人为什么没有良善 和神是充满良善 人迫白耶稣 耶稣依然是怜悯他们 关心他们 然后有良善的生命是蒙福的 然后最后就是 怎样有良善的生命 首先第一点 我们需要拆解我们里面 为什么不良善 为什么人里面不良善 我们去拆解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拆解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有很多苦毒 这里我说出几样 这个不是全部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学习 就是如何去拆解 我们里面所有不好的东西 第一就是觉得 人都排斥自己 人都不要我 我不喜欢我 这种意念留在心中 心里面就会苦毒 就会没什么良善 第二就是 人家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聚存在心中 一路生气一路生气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 他也在里面很难有良善 对人高度的防卫 他是不是在害我 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动机 他是不是在骗我 他是不是在骗我 利用我 当人是这样的时候 他就很难去善待人 我自己的心就是这样想 我善待他 就算他想害我 神会保守我 我不用怕他害我 我也不用想他利用我 他利用我是他的亏损 我付出神就喜悦 神喜悦的时候 神一定保护我 神一定祝福我 所以我不计较 我帮助的人 他是不是利用我 曾经有人跟我说 他说牧师 你知道那个人在利用你吗 我告诉他 我知道 但我照样帮他 他觉得很惊讶 他明明利用你 为什么你还不帮他 我心态就是 我帮他 希望有一天 他会悔改 他会真的知道 神的儿女 会这么有心帮他 为什么 因为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感动他 这就是我的盼望 虽然我做很多事情 可能他只是利用 但不要紧要 我没有损失 我没有损失 为什么 神喜悦我做的事 他一定给回我 所以我不会计较 别人的不良动机 我只是我自己保守 总是一个善良的动机 这样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有良善了 很多人受人的伤害 对人有憤恨 惧怕 于是就不肯爱自己和爱人 有些人说 为什么不爱自己 因为真正爱自己 是真的听神的路 听神的话 遵从神的路 走神的路 祝福人 这就是爱自己 爱自己不是说 我多吃东西 我最好的东西 给自己 我多享受一点 不是这些是真的爱自己 爱自己就是说 我走神的路的时候 我的生命建造在神的根基上 建造这个盆石上 我的生命是一路一路 是越来越被建立的 我亦都更加享受神 满有神的喜乐 这样的时候 我真的爱自己了 好了 接着处理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讲到 接受自己的问题和情绪 可以自己告诉自己 可以跟自己说 我受了很多伤害 我需要耶稣的医治 你也可以跟神说 神呀我受了很多伤害 我需要你医治我 你帮我 其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接立 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很认识的 即是很接立 我们都可以 将我们内心的痛苦 说给他听 我的困难 说给他听 不是扩大 而是说 我现在面对这个困难 我被人受伤害 我心里受伤害 而那人是 原来用一个聆听的心 关心的心 我们的心是会受安慰的 他好像代表耶稣去聆听我们 代表耶稣去聆听我们 有很多人有痛苦 当他向人倾诉的时候 那个人聆听他 接立他的时候 他的心会觉得 有人接立我 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这样的时候 他更加能够 他的痛苦放低 而且更加相信神 现在都在听我的痛苦 神在关心我的痛苦 所以其中一件 我们需要处理里面的痛苦 我们可以向神说 亦可以向一个 可信任的 成熟的基督徒去说 让我们心中的苦毒除去 当然有些人是成熟的 他已经不太需要再去跟人说 他就跟神说 他已经松了 但有很多人未必做得到的时候 他需要找一个信任的人 将他心里的痛苦说出来 让他知道被接立的时候 他心里便会被安慰 所以我们首先要接立 我是受过伤害 我心里有不开心 我心里有困难去爱人 我很难信任人 当他说的时候 这个人聆听接立他 他的心里开始 原来我是被接立的 他开始能够里面这种苦毒除去 同时我们需要神的恩典 逐步给耶稣医治 耶稣医治我 耶稣把我的痛苦拿走 向神说 我受了很多伤害 我很难信任人 你帮我 神说你这么信任我 你信任这么多 不可信的人 你都信任 神说我知道你信任我 这样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自己是被接立 开始在里面放松了 放松才能够联敏人 原来很多不能够联敏人的人 就是他里面太多伤害 没有被医治 他的伤害在里面 一直搞扰他 捆绑他 所以他里面是得不到医治 但当他肯 将他的痛苦说给耶稣听 说给一些可信任的人 或者一些辅导员 或者牧师去听的时候 去化解他里面的痛苦 他知道神爱他 慢慢得医治的时候 然后他亲近神 他慢慢就有这种怜悯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心中觉得 我有很多苦读 这种苦读需要释放出来的 可以向神 向可信任的人释放出来 让我们的苦读释放出来 然后接受神的爱 神无条件的爱 神无条件的接立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轻松了 越轻松越有怜悯的心 我们的心就越有爱 越有怜悯的心 下面三个图是如何呢 左手边的图是比较小的 就是找出和处理内心受伤害的地方 曾经被人受伤害过 曾经受伤害过 然后亲近神 给主耶稣安慰和医治 第三就是主保证我所有不足 我所有失去的神会给我 我将找出问题的图扩大 在这里 就是我们心灵如何受到伤害 我们将这些伤害向神释放出来 神啊曾经有人伤害我 但你记住 这些伤害人的说话都落在你身上 神你记挂你会帮我的 有人说我们没有用 有时就受落我没有用 没有人喜欢我 但当我们深信 虽然有人觉得我没有用 但神觉得我有用 就算我给一杯凉水一个小子 神也会说我有用 祂会纪念 祂会赏 所以我愿意去相信我是有用的 那些人说的没有用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或者觉得别人不接纳我们 虽然人不接纳我们 但是神接纳我们 而且总有人接纳我们 因为神的儿女 总有人会关心我们 我们就去看那些人 曾经接纳我们 但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曾经被伤害 曾经想过那些伤害 有人接纳他 他不是欣赏这个人接纳他 他不是说 真的好了你接纳我 而是他跟这些人说 只是猛斧 只是致连 我很多人都不接纳我 很惨很惨很惨 我现在很愤怒 只是停留在这个愤怒 当我们将里面的痛苦说出来的时候 知道神接纳我们 也有基督徒接纳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将他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的时候 心越来越松了 松的时候 就不再停留在苦毒 不再记挂那些苦毒 这些苦毒清除 我们才有能力 有怜悯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将我们里面的苦毒清除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怜悯 如何有这种生命呢 最重要是亲近神 一看十五章五节 尚在我里面的 我也尚在他里面 此人就多结果子 这个图里有个姐妹在这里 在赞美神 他在耶稣的心里面 他尚在耶稣里面 耶稣又尚在他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他里面就流露出喜乐 真正的医治 不单止是将痛苦倾诉出来 也就是有耶稣进去的心中 耶稣在爱我 耶稣在跟我一起 所以在祈祷的时候 不只是求 而是享受神 神现在在爱我 神现在在关心我 神现在在釋放我 祝福我 神在医治我的内心 我今天敬拜神 有觉得平安舒服一些 今天松了一些 就是耶稣在医治我 我们可以唱一些 各类卿省的歌 帮我们卿省 主耶稣真减妙 主耶稣真减妙 当你唱一些轻松的歌 人都轻松了 那你就说 耶稣将我的心 轻散了 多谢耶稣 耶稣叫我轻散了 我轻松了 这样的时候 神的同在 将我们里面医治 然后下一步 接受人的罪性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断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3章23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们接受 人人都是罪人 他犯罪是不奇怪的 在中间有一个框 写着罪人 不会停止犯罪 他也不会停止犯人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但我们希望帮助罪人 但的而且罪人 其实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会继续犯罪 不过我们有耶稣 一旦有罪的预念 立即处理 这样的时候 罪在我们心中 就越来越少地位了 但有些人不肯听话的时候 他真的心中不断犯罪 而且他不断烦扰人 他和人一起 令人不开心 所以有些人烦扰我们 我们就看出他 其实他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他会烦扰人 我就不介意他的烦扰 而是说 其实他比我更惨 我就像耶稣的心态 我怜悯那些伤害我的人 为他祈祷 赴下赦面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人类米书十七章九字也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释透 其实人是很坏的 人是会想一些方法 如何得到利益 想一些方法 如何说大话 如何贪心自私 都是人的心 如何伤害人 如何伤害人 会报复 所以人的罪性 是必然存在的 我们都不需要介意 这些罪人伤害我们的地方 因为耶稣会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把 心中存着这些 负面的思想和伤害 逐步释放 神啊 他们伤害我 但我不用放在心上 神啊 我将我的痛苦告诉你 你帮我释放 把这些痛苦释放出来 以及罗马书十五章三节 很特别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喜悦 而经上所记 欲骂你人的欲骂 都落在我身上 欲骂我们的欲骂 落在耶稣的身上 这里有个图 就是有个男性罵一个女性 但耶稣站在中间 他罵的时候 是落在耶稣身上 不过很多人都是 他罵我罵我 但其实 不重要 他不能伤害我 他的说话 只是停留在空气中 一秒都不够 就走了 他罵的说话 落在耶稣身上 耶稣一定会补回给我的 所以我心里 就不需要介意了 我深信 神一定会帮我 神一定会祝福我的 我不用介意 因为这些欲骂 都落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我们又不服气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首先需要释放 我们跟神说 神 我有些不服气 接受我们有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 我们必然的反应 是必然有的 我们需要诚实 神 我有些不服气 我不服气 我们需要告诉神 不是这样说 我不服气 不会走去 我们需要释放 神 我里面有些不服气 我有些不服气 求耶稣你 释放我的心 让我不要介意 这些人 他所做的事 因为神会给我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会越来越松 第一是耶稣释放我们 我们将情绪释放出来 甚至我们不服气 我们不服气 我们很激气 将这个 跟耶稣说 或者跟一些 我们所信任的 成熟的基督徒说 让他帮助我们 接立我们 释放我们的痛苦 然后 我们也用思想来处理 因为 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情绪 也影响我们的灵命 这个思想说 他害我 我很惨 这个思想 他永远都惨 但我们就说 我越不服气 越多破坏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思想 我越不服气 我越多破坏 我为什么要让他破坏 那么多呢 神就越不喜欢 我不服气 我越辛苦 越不能够補 什么都失去了 但是 其实 一个正面的思想 下面那里 神知道了一切 我就放手 我祝福他 神会给我的 我先求神的国同与义 这一切都给我的 这是一个正面的思想 一个正面的思想就是 神会给我的 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东西 所以我不用不服气 这可能需要时间去释放 释放里面的不服气 然后深信神会给我的 于是心里越来越少不服气 有些人说 我总是不服气 我怎么祈祷都不服气 这可能就要找出 为什么不服气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做的事情 伤害我很多 所以我很不服气 我们就逐样去拆解 其实这个人 是不是很蒙福 其实伤害我们的人 可能他自己 也受很多苦 伤害我们的人 他也伤害很多人 他没有什么朋友 其实他的生命 是很苦毒的 那么我们越想到他 其实他也很惨 的时候我们慢慢会有连述 还有我有耶稣 爱我 祝福我 给回我 所以我不用那么介意 神也给了我很多好东西 这样的时候 就逐步每一天去拆解 我自己也曾经受过一些人的影响 我发现有时无缘无故 我自己会有时有种压抑的感觉 那我就去宣告了 神啊 我有这些压抑的感觉 也同时我宣告 神很喜悦我做的事 神很欢迎我做的事 我有原因去开心 我告诉你 我有原因去开心 因为我真的听神的话 我真的愿意努力去做神欢迎的事 我就告诉你 我可以有原因开心的 我就可以笑出来 开心 感谢神 我不用介意那些人 都没有再伤害我 他都没有再监视我 都没有再做不好的事 都不要紧要 这样的时候 我的心就愈来愈松了 忘记过去 努力面前 心里面充满平安喜乐 所以这个不服气是需要处理的 接着我们就如何对人 因为你如何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用什么良气良吸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良吸你们 马太七章二节 就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服气 一直憤怒 一直不肯良善的时候 我们论断人的时候 耶稣在背后就会论断我们 就是说你论断人 你就必必论断 就是我们伤害人的时候 也都一定会受到这个后果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怒人没有好的后果 诗篇37篇第7节 就是说心怀不平的时候 反而作恶恶 反而是犯罪 反而带来不好的后果 但是我们不用为那些 道路通达 恶谋成就的人心怀不平 神一定会追讨他们 我们不需要为他们心怀不平 我心里就放下 左边的图就是被怒气控制 我打个交叉 就是说这个我们不应该做的 然后我们可以平安兴散 神会给回我 我以前曾经被人伤害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读诗篇和唱诗篇 一会我都会用琴去唱诗篇 其中有我很喜欢唱的 但你们把我义笑相跟诗篇 我得心平温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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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時會唱歌 越唱越鬆 我找到這個音調 因為每句都很長 所以詩篇有很多句子可以配合下去 我配合下去時唱歌 發覺越來越鬆 我越想著神 越平安 輕散 越鬆 《德力在乎平靜安穩》 《義賽書30章15節》 我們需要多點時間平靜安穩 我去地鐵經常看到有些人不斷看影片 總之不能停止 或者在玩遊戲機 我們基督徒可以在心中學習平靜 就算坐地鐵時在心中多謝天父 耶穌愛我 哈利路亞 整天都在這個平靜的心態 神的同在加強 我們就有更多的良善 我們看到有問題的人應該怎樣做 左邊批判性是不對的 就是怎樣呢 身上沒有平安 人們這麼壞 我沒有平安 就不能接納人 經常只顧著人的問題 心為不平 很想懲罰和報復 言談態度就會傷害人 這樣得不到神的喜悅 右邊有憐憫 有良善的心是怎樣呢 動力從神的愛而來 神這麼愛我 所以我有動力去愛人 想到人的痛苦和需要 其實他們是很慘的 他們有很多痛苦的 接受他們有問題 因為他們被人傷害 所以他們會繼續傷害人 所以他們是很慘的 所以我就會憐憫他們了 不計較他們的錯處 只是想著我怎樣去祝福他們 怎樣幫他們 有耐性 就算他們拒絕 我依然想著怎樣幫他們 有耐性去幫他們 這樣是蒙神喜悅和祝福的 原來對於見到有不好的人 我們嘗試從左邊轉到右邊 其實我也認識過有不少的人 他們跟我說 總是說 誰怎樣對我 誰怎樣對我 那些人怎樣不好 當我們經常想的時候 他的心總是苦毒 亦都很受傷 但當我們多些想 其實他很慘 我可以做些甚麼 神就喜悅 這樣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就會調教 而神喜愛連率 就是當我們連率人幫人的時候 就算他對我們不好 神是好喜悅的 最後我們用這個經文 《勞家福音》6章36節開始 我們留意一下這個經文中 神應許我們當我們善待人的時候的祝福 你們要慈悲將 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遙書人 就必夢遙書 你們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聲斗 連搖大岸 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侶 因為你們用什麼良氣良吸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吸你們 這裏耶穌能夠應許這句說話是帶有權勉 因為祂有能力去給我們一些東西 祂有能力祝福那些善待人的人 所以祂能夠說這句說話 我們沒有權勉去說這句說話 因為我們做不到的 這裏耶穌說了什麼呢 祂說你有慈悲 像你天父慈悲一樣 天父就是慈悲的 祂善待惡人 那些亡因的人 祂一樣善待他們 我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神就不會論斷我們 會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不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我們遙書人 就必夢遙書 然後我們要吸人 中文聖經翻譯要吸人 其實原文就是GIFT GIFT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GIFT就是奉獻和給人 不只是給人 是奉獻給神 給神和給人 當他樂意奉獻和給人的時候 必有給你們 這就大有應許 神應許 當我們願意奉獻和給人的時候 神就大有應許 我一定會給你 並且用十足的聲斗 稱到十足十 其實耶穌也在馬可福音講到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就是說 神會百倍給我們 其實不止百倍 神的恩典是永恆的 那些恩典是很大 是永永遠遠的 用十足的聲斗 稱造十足十給我們 連搖大按 好像我們想像的米 放在袋子裡 裝完之後 再搖一搖一搖 還有多些位置 倒多些米下去 再搖一搖 倒多些下去 搖完 按 按 按下去 上尖下流 整個袋子都滿了米 滿到尖上 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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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的神 神善待惡人 何況善良的人呢 當我們做立心 我做一個善良的人 我去祝福人 不要想別人的 我去想想怎樣善待人的時候 神一定起 祂就將最好的最好的給我們 傾倒在生命之中 因為我們用什麼良氣良給人 就用什麼良氣良給我們 我們用一個很大的良氣良給人 善待人 神就將很多好的東西給我們 求主幫我們有這個善良的心 在我經歷神的改變之後 經歷聖靈 神的愛臨到我身上 我就更加看到 第一 原來神這麼充滿愛 第二 我發覺 我真的幫人的時候 能夠更有效去幫人 其實任何基督徒都能幫到人 我以前也曾經幫過很多人 但我發覺 效率很低 幫完之後 他們未必愛耶穌 但當我經歷聖靈的工作的時候 我為人祷告 他們經歷到神的平安 其實什麼基督徒都有的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這是神帶來的 當我們讚美神 神的平安就來到 其實無論我們經歷聖靈有多少 我們知道是聖靈工作 我們每一次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受到平安 輕散 我們就多謝神 神和我一起 我們經常留意到神在做工 神如何醫治我們 神如何安慰我們 神如何加力量給我們 我們經常都會平安 輕散 那時候我發覺我真的為人祈禱 那些人得到幫助 我就很樂意去做 真的去祝福人 有很多人是三不識七 因為我放在網上的影片很多 很多人三不識七找我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很多國家的人找過我 我都依然去幫他們 依然去祝福他們 我祝福完並沒有地上任何的報酬 但我覺得我做在他們身上是無福的 我亦都曾經幫過很多人 他們未必 即是有些人接受了幫助 譬如他們都不肯聽神的話 他們只聽 只聽 只聽過說字 說完都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我心裡就說 我不用介意 我依然心去祝福 譬如有些人跟我說 他經常心裡只顧著 快點結婚 快點找男朋友女朋友 他心裡總是經常想著這些 他不是想著耶穌 他找我的原因只是想找人聊天 他不是想找耶穌去幫助 但我依然去幫助 我說耶穌能夠給你的 你聽耶穌的話 神能夠將最好的給你的 無論你是結婚或不結婚 你可以有美好的婚姻或美好的單身 你聽耶穌的話的時候 神會祝福你 神就給我一個憐憫的心 其實我見過很多不同的人的需要 我心裡神就賜給我一個憐憫的心 我多謝天父 我很感激神 我都希望大家學習這件事 無論見到甚麼人都跟祂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例如我們大廈的看僵 我經過有機會都會跟祂說說 耶穌的美善 有接觸的人 打球的人 偶然認識的人 我都會跟祂說說耶穌的美善 有人有需要的時候我都會幫助 那時候神就喜悅 我愈做的時候 我愈發覺神給我更多 譬如 最近我出了這本書《輕鬆得勝》 神給我這個感動 將這本書送給所有在任何香港 或者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 懷人的牧師傳道 或者是偉身的神學生 願意侍奉的神學生 我都願意送給他們 這是神給我的心 當我有這個心 神就供應我 讓我能夠有這個能力去幫助他們 我很鼓勵大家 走在神的路上 越憐憫人 你的生命越蒙連率 越是有善良的心 神就將溫柔的人承受地土 這個全地都是屬於祂的 祂就成為在這個世界上 掌管這個世界的恩典的人 祂為人打開這個天國的門 將天國的恩典傾倒在這個世上的人 求助幫助我們一生人 都能夠祝福更多的人 將善良帶給更多的人 將恩典帶給更多的人 你願意神如何祝福你呢 在這時候我用一首詩歌 去幫助大家享受神 去感激神 讓神的同在釋放我們的心靈 讓神的愛去醫治我們的心靈 多謝天父 讓我們來到神面前 首先讓神愛去醫治我們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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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我 悠心愿告送我 神啊祢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在医治我们 祢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祢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祢 我享受祢 祢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祢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祢 我享受祢 我的心平安安寺 武将断过来的孩子 不需要受恶人影响 不需要受恶人影响 但不平意志作恶 让我们的心有神的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稳安静 武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无策地怀中 我的心平安安静 阿里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满有神的慈爱 有神的慈爱激励我们 我们去爱人更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如果你的心里面 还有一些苦毒 在这个时候 我用另一首诗歌 恳求圣灵释放我的心 充满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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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发我心 向求圣灵改变我 勇求圣灵创满我心 勇求圣灵释放我 勇求圣灵 勇发我心 勇求圣灵改变我 希望我们今天开始将心中的苦读除去 在心中说 神啊 人能把我怎样呢 有些说 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而神比我好多 神是爱祂的人所如明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有好多恩典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说 我乐意祝福人 我乐意善待人 我乐意心里面是充满良善 祝福 而不是苦读 而我们的心只是想着 我可以为人做什么 譬如我们可能有些家人对我们有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周围的朋友对我们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再计较他的不好 我明白 他也是受过伤害 所以有时他会有脾气 说批判的说话 我只是想我怎样恒久忍耐对他 有一天 我可以改变到他 我就是为他祝福 时时善待他 有一天 我可以改变他 我们所接触到的弟兄姐妹 他们会更加接受我们的帮助 我们就更加去祝福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多谢天父 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深信我们良善必蒙神的祝福 主耶稣求来帮我们 我们爱人 神你必定喜悦 我们爱你爱人 神一定将我们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赐给我们 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一定加给我们 我们对人温柔 我们就必承受地土 我们怜悯人就必梦连述 主耶稣你帮助我们 活出神的怜悯 当基督徒都活出怜悯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世界有影响 尤其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安慰周围的人 我们见到他有痛苦 我们说我知道你有担心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有时我们承认他的痛苦 将他的痛苦说出来 你又回不了工 又不开心 又不可以出街 你心里会不开心 我们说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你明白我 的时候他都会得到安慰 有时我们不一定要用很多高言大志的说话 去安慰他们 只是说出他们的困难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说出耶稣关心你 我们祈祷可以经历神的爱 我们不如祈祷靠耶稣帮我们拿走那些重担 那样愿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将神的恩典带给他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用诸东文祷告 我们就是天上的父 帖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